按下录音键的同时 是在2019年3月2日 晚上10点02分 今天天气很好 有一种春天的感觉 可是今天却在脸书上看到一篇 关于冷的文章 可能也不算文章吧 是来着一个作家叫做陈英书 在他的脸书里面 我重新看到冷的感觉 分享给你 有一句流行语是这么说的 有一种冷 叫做 妈妈觉得你冷 妈妈的眼里 好像你怎么穿都穿不够 这句话是大家拿来讲笑话的 冷不冷 我自己不知道啊 可是 人们难道不是老是在追求 有一种美 有一种美 叫做人家说你美 有一种好 叫做人家说你好 有一种聪明 叫做按战术多的聪明 有一种正确 叫做网友评定的正确 只是想跟一些孤独的人说 你是好的 你应该知道 我是李鼎 温度 温度是这个宇宙中最奇妙的东西 因为有这样的温度 不管是冷 是热 是闷 是潮 是湿 是寒 是冷 因为有温度 见证了我们在这里 我们明天见 萌萌 你也想要说什么 好了 好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喵 喵 喵